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上个节目我们讲到了我们新的这个众议院的议长 Mike Johnson 他在当选的时候我没有做节目 因为我不知道他是谁 就算群组里面或是新闻上面 都说他是个多么保守派 多么基督徒的一个基督徒 我的定义是我在自己确认之前 我也不要做节目出来 后来证实了他就是一个反对堕胎 反对同婚 支持圣经价值观的一个基督徒 最好证明他是盟友的方式就是 左派现在全部在攻击他 说他祷告很糟糕 怎么可以在众议院的会议厅祷告 太过分了吧 政教分离 耶 这位议长刚在国会宣布了一件事情 真的是把信仰放进了我们的政策里 就是他宣布会全力的支持以色列 而且是以信仰的名义支持 绝不懂 一 week ahead House Republicans will work swiftly to pass legislation to provide Israel much needed resources in their fight against these barbaric terrorists we will stand with Israel strongly there will be a ceasefire only when Hamas ceases to be a threat to Isra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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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 the US enjoy an unbreakable bond that's forged over decades of course of bilateral assistance and there are lots of reasons that we do that they are obviously our greatest ally in the Middle East and clearly they are one of our most important friends the Prime Minister called me and I used those very words myself I said I said Bibi it's good over evil it's light over darkness we all see that I assure the Prime Minister of our unwavering support of Israel and her people and I assured him that our Congress and under my leadership we will be there until the end we will be there until the end of this conflict as a Christian I know and we believe that the Bible teaches very clearly that we're to stand with Israel that God will bless the nation that blesses Israel that we're to pay peace of Jerusalem exactly 那 這個說法我覺得 我知道聽起來很好聽 特別是在基督徒的群體裡面 因為他把神 宗教信仰 全部都在國會裡面說出來 這個也是左派 最不能接受的一段話 因為他把神學 放在了美國的政府裡面 而且必須說也不是 也只是神學而已 不是完全符合聖經的真理 他把聖經裡面的以色列人 跟現在世俗的以色列這個國家 做了一個非常強力的一個連結 那這是很多人會支持的理論 或者是一個神學論點 叫做Dispotentialism 中文叫做時代論 各位可以上網找找看 時代神學大家一定都聽過 就是把聖經分成了很多不同的時段 OK 耶穌來之前是律法的時代 耶穌來了之後 律法就已經成就了 所以說是恩典的時代 然後再來之後呢 就是國度的時代 這個樣子的一個神學觀點 什麼災前被提災後被提啊 什麼那些東西 要研究還要怎麼解釋 有啟示錄 有非常多種不同的看法 那這個就是Mike Johnson 或者是有人 或者是有基督徒 會有點異見的地方 因為有些人會覺得說 就是現在的以色列 地方是對的 人種也許是對的 但是現在的以色列 是一個世俗的國家 所以說這個就是為什麼 現在替代神學會這麼囂張 這麼有理由囂張 在那邊說 現在在以色列 不是聖經裡面的以色列 其實不是這個樣子的 聖經就是一直在說以色列 一直在背棄神的一本書 神就是用以色列來當我們的例子 他們是被檢選的 他們是被檢選出來 跟神摔跤的 Israel 希伯來文的這個 Israel的意思是 God Preserver 保存神的人 Is是神的意思 Rach就是看見神的意思 所以就是看見神的人 Israel 還有另外一個說法就是 Israel 就是struggle OK 掙扎的 然後L是神的意思 所以Israel 就是同時也是 在跟神掙扎的人 不管怎麼樣 以色列這個名字怎麼看 都是有特殊意義的 所以就算替代神學那些人 舉了一堆例子 我們也可以知道 他們是唬爛的 就算現在以色列的人 是你們說的這個 Escanazi Jew 什麼薩爾 猶太人 你覺得那些人 是假以色列人 神也不會想要他們去死 或是被屠殺 白白的被屠殺 但是這就是神學上的一個爭論 我不認為我們應該用神學的觀點 來去決定一個戰爭 因為這個樣子很危險 另一個不該使用宗教 來控制戰爭的原因 就是因為各位如果看過 George Washington 還有Thomas Jefferson 很多建國國父 在美國歷史上很重要的人物 演講的紀錄 還有文稿 書信 你就會發現 他們不認為 美國應該要跟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 有無條件的聯盟 甚至是在宗教上面 美國應該有戰略性的 策略性的聯盟 不可以有一個絕對的盟友 例如在美國革命的時候 法國幫助了美國 獨立的時候 隔了幾年 法國大革命就發生了 法國的皇室也跑來跟美國說 你們是美國人 我們幫你打 你應該要參戰 法國的革命黨也跑來跟美國說 你們應該要幫我們參戰 兩邊的理由都是 美國革命的時候 我們有來幫你 那現在你們應該要來幫我們的時候 我們也是想要獨立 對不對 我們也是另外一邊說 我們也是為了你 所以說國力才變成這個樣子的 對不對 我們也是花了那麼多錢 在你們美國人身上 當時美國也分成了兩派 一派是支持法國革命支持的 Thomas Jefferson 還有認為說 應該要跟英國皇室 恢復溝通 還有互信的Alexander Hamilton 最後總統George Washington 決定不介入法國大革命 後來歷史證明 法國大革命之後 出來了拿破崙 造成了整個歐洲的動盪 如果美國當時介入了 要不然就是幫助法國大革命 的革命黨的暴行 要不然就是幫助了法國皇室的暴行 都不是很好 所以美國在政治層面 絕對不應該有所謂的 絕對的盟友 Mike Johnson在這裡做了一個 非常聰明的理由 要美國全力的保護 以色列這個國家 第一個就是 他說我們絕對不能接受恐怖組織 我們不可以允許哈馬斯 這樣子攻擊以色列的 屠殺平民的行為 而且他還做了一件事 就是把給以色列的資源 跟給烏克蘭的資源分開 OK 這樣子無條件的撥款給國外的戰爭 是Mitch McConnell 還有Joe Biden 這些掌控DC的建制派 希望達到的 他們希望可以印一堆鈔票 發給烏克蘭 發給以色列 然後如果有可能的話 發給台灣 在美國支持以色列的人 其實是佔多數的 就算支持哈馬斯 還有巴勒斯坦那些人 聲音很大 在大學裡面很吵 那在支持烏克蘭方面的話 美國人的觀感支持率 是越來越少的 絕大多數的美國人 不想要再繼續支持烏克蘭 然後如果台灣的話 就要看習近平在做什麼了 如果Mike Johnson支持以色列的方針 如果美國人通過的話 就會把支持烏克蘭的資源挪走 某層面上 這是美國大眾所支持的 我個人對這場戰爭的觀點是 美國應該要全力的資助以色列 讓以色列有能力保護自己 還有消滅哈馬斯的政權 但是美國在確定 以色列需要幫助之前 不應該武力介入 基督徒的世界觀 應該是要創造一個 沒有戰爭的世界 大家都互相關愛 但是我們活的世界很不幸 就不是一個這個樣子的世界 我們有的時候是被逼著 要進入一場戰爭的 天主教神學家 Saint Augustine 還有Saint Thomas Aquinas 創造了一個基督徒 對於正義的戰爭的定義 是我們可以參考的 第一個 戰爭一定是要為了正義而戰的戰爭 只有在侵略者造成極大 而且持續的傷害時 我們才可以開戰 第二個 戰爭的目的必須是要為了正義 而且迴避邪惡的 第三個 戰爭主要的目的 是要帶來和平的 第四 復仇 叛亂或是希望 傷害 掌控 剝削另一群人 都不可以叫做正義的戰爭 第五個 必須使用所有的手段 還有方法來維持和平 只有在一切方法都失敗的情況下 才可以開戰 六 必須要有勝利的目標跟願景 沒有勝利的目標造成的屠殺 是不可以稱為正義的戰爭的 七 戰爭必須要由合法的掌權者宣布 單方面的人以及組織 必須要尋求他們的政府才可以開戰 不可以先斬後奏 八 戰爭所造成的邪惡跟傷害 不可以高於原本的邪惡跟傷害 九 十 非戰爭的人員 平民 不可以刻意的被傷害 十 戰爭的俘虜以及敗方 必須要有人道待遇 當然這幾點是人寫出來的 但是是值得我們參考的 美國應不應該要派美軍去那個地方 以及美軍在那個地方的存在 對於以色列是有幫助的 還是有負面影響的 我們最不應該做的事情 就是在自己還沒有準備好的情況下 或者是充滿不確定的情況下 用神的名義跟其他的國家開戰 雞電帶兵跟米電的人開戰的時候 他也是去求應證 去求神的帶領 是要非常小心的 我們不可以情緒化的時候做出來 決定要去出兵 或是開啟戰爭之類的 不過我們可以做什麼呢 我認為美國應該要幫助我們的盟友 我認為我們幫助我們的盟友 再打一場戰爭 而且是對美國的國家利益 是有益的時候 我們是應該要幫助他們的 而且他們又是正義的時候 但是我反對華盛頓 使用國外的戰爭來洗錢 自肥自己的口袋 他們威脅的方法就是擴大戰爭 也是擴大戰爭 你們快點把錢給我用 OK 不然的話 我們就會把你的小孩 送去國外打仗喔 這一切跟美國的國家利益 美國公民的利益 沒有任何一點關係 但是這位新上任的眾議院議長 在推行資助以色列的時候 我們可以看到 他靈巧相捨的一面 是值得我們每一個人都去學習的 你會有什麼意見 哪個人都去哪個民主黨 你認為會來? 我希望是 那些人都會有幾個 那些人 有幾個人 都會有分別的 那些人 會有反應 但是 這就是一件事 良不妙的 良不妙 現在他們有約67億美元 我們會把14.5億美元的必須 必須的必須 我們會接觸其他問題 各位可以看出來嗎 這個人真的是非常非常聰明 首先他說 我們要資助以色列 抵抗恐怖分子 我們要幫助我們的盟友 來抵抗這些未來的侵犯 這個關係叫以色列的盟友 在中東這個地區存在與否 這個又是一場以色列的獨立戰爭 他把這個議題放到眾議院裡面 會使民主黨內部分裂 現在民主黨內部主要分裂的原因 就是這個 有一些比較老一輩的 還沒有瘋掉的民主黨 會支持以色列 然後年輕的左派的民主黨的議員 會反對以色列 因為他們支持巴勒斯坦 他們支持恐怖分子 他們就是神經病 還有一點就是 民主黨很多的錢 很多的競選經費 都是來自猶太人 跟猶太人的企業 猶太人很多是左派 但是遇到以色列 以及猶太人的這個國家 存在與否的議題上面 有很多猶太人 左派的大老闆 是會跳票的 我們可以在哈佛大學 耶魯大學 很多長春的名校 現在猶太人的大老闆 決定不再捐款了 因為那些學校的老師 還有學生在返游 然後他們覺得 他們捐錢的話 他們不可以捐錢給一個 反游的學校 民主黨內也是這個樣子 很多民主黨的人 可能會為了錢 投票資助以色列 這個樣子會讓他們 失去他們的左派基本盤 另外一個選擇就是 他們會投票反對以色列 造成的就是 他們失去他們的資金來源 所以Mike Johnson 在這邊做了一個政治手腕 是非常非常聰明的 第二個這個決定 為什麼很聰明 就是因為 他把支持以色列跟支持 烏克蘭戰爭的經費的議題 完全分開 跟剛剛說的一樣 美國對於烏克蘭 還有以色列兩個戰爭的情緒 現在是完全不同的 分開了 對所有的人都是好的 很多美國人現在在反對 烏克蘭繼續幫民主黨洗錢 第三個 這個厲害的地方就是 這些錢要從哪裡來 OK 我們不能不斷的 這個樣子印鈔票啊 對不對 我們又不是Joe Biden 我的建議是 從IRS那個地方拿怎麼樣 國稅局那個地方拿怎麼樣 而且他們最近不是才要求 而且通過一個經費 很不合理嗎 要原本要一堆拿計算機的人 會計師拿起槍來 去搶別人的財產 他沒有跟什麼 邊境管理局那邊拿錢 沒有跟什麼教育局拿錢 不是跟什麼 政府其他的部門拿錢 而是以 IRS 國稅局開刀 原因就是因為 沒有人喜歡國稅局 你喜歡付稅嗎 你認為你繳的稅 是應該的嗎 各位可以想想看 現在這些民主黨議員要怎麼投票 各位可以想想看 你要現在民主黨這些議員怎麼投票 你要反對人民 最討厭的政府部門嗎 這個議長才剛上任 沒有幾天而已 但是很明顯的 比我們上一個跟民主黨不斷妥協的議長聰明非常非常多 總之我們有這個新議長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 以色列的內戰一直以來都有 在聖經裡面也有北邊的以色列這個王國跟南邊的優大王國 這個就是一個國家有王之後的這個後果 王會使人分裂 王會跟敵人聯盟促成對於以色列的災難 《獵王記》下15章開始 基本上就是一直在講說以色列跟優大的這個戰爭內戰 以色列跟亞蘭人結盟攻打優大 然後推翻了優大的政權 然後優大又跟亞蘇聯盟攻打北邊的以色列 最後以色列王國 然後優大也是自願變成亞蘇的這個附屬國 等於說最後吞併以色列的都是之前的盟友 那美國介入這場戰爭就是要非常非常小心 而且在確定就是神的戰爭之前 美國不應該急先鋒的衝進去 美國更沒有資格自認為說這是神的戰爭 各位認識我的話也會知道說 我其實是一個希望世界趕快亂掉 然後趕快開打 然後耶穌快點來了一個人 但是我們不可以是促成戰爭的一方 不管在聖經裡面舊約新約都一樣 神是愛好和平的神 神出手的時候一定會非常的明顯 我們不能控制政府怎樣行動 但是如果我們的政府的方向是錯的話 那我們就不可以變成那個錯誤的一部分 感謝大家收看 我是Eaton 更多美國情報 請持續關注AI NEWS MUSA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